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要注明一点 人才虽然是每个时代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但不管多么出色的人才 它始终要面对整个时代的大背景和历史的大趋势 就拿讨论度最高的三国历史来说 聊诸葛亮 很多人爱定着他打下了多少版图来说是 却完全不看诸葛亮对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卓越贡献 连与诸葛亮交手的司马士一族都对其身为败福 而聊起曹魏时期的九品官人法 很多人又全不看当时氏族崛起的历史趋势 却总简单粗暴的去指责曹僻成群的人搞阶级固化 持这种观点的人根本意识不到 个体在时代大背景下到底有多渺小 事实上每个时代都不缺优秀的人 缺的更多的是时代的机遇 话题回到宋代 所谓的北宋缺将南宋缺向这话 本质上也就是句插壳打魂的扯皮话 一个国家打了胜仗 不代表他就能灭国 一个国家打了败仗 也不代表他马上就会被灭国 宋朝确实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即将本身国力转化为军事力量的能力非常糟糕 但这不代表宋朝就没有军事力量 而这种军事力量所代表的 不可能只扁平解释成所谓的名将概念 更多的是一种技术层面的问题 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也有很多种 譬如说宋代不意涂地兼并的制度 拉垮的马阵 黄泉在军事决策权上的问题等等 润吉不意土地兼并 这导致宋代朝廷直接掌握的土地资源有限 就很难以此激发国中军队的战斗欲望 与之相对 动员成本就会变得非常高 到宋代中叶 国中战斗力强的军队 大部分都是常年与西夏作战的西军将士 而西军中的佼佼者 又以边境的弓箭手优先 为何弓箭手最强 因为他们可以分到土地嘛 但是话又说回来 宋代的不意土地兼并 也没有往上传的那么邪乎 为何 因为宋代的社会结构不同现代 他没有常年固化的士族阶层 读书人可以靠科举改变人生 阶级流动也相对比较快 宋代的世代夫常常自嘲 挫大 大部分就是一群没啥社会根基 靠擅长做题 从老百姓奋斗成社会精英的读书人 宋代宰相将近一半都是普通人家出身 如真宗朝的宰相王增 幼年时家里穷到连衣服都买不起 总不能因为人家奋斗成功 就非要把人和普通老百姓 完全对立了 即使如送出草室 这样立有开国之功 又与皇家同婚的家族 一旦族中缺少人才考上近史 家族便会衰弱 虽然受此的骆驼比马大 这些家族即使不限于史书 仍然是远过于寻常人家的 但毕竟没有到足够对抗皇权的怪物级别 即使到了开始出现大家族 社会结构又趋向畸形的南宋 识人如信契吉 依然在最高楼慈云 千年田换八百株 晚宋的罗姨在《田蛙歌》中也这么说 孤天千年八百株 如今一年已换家 诗词固然有所夸张 但也能代表当时土地流转的频繁 所以社会上固然有大地主 但也远没有很多营销号所谓的 大地主连着三百年一直兼并这么玄幻 而自唐代府兵制崩溃以后 朝廷国防制度的大方向 一直在往募兵制的方向发展 唐初不用花大钱募兵 肯定税收少 但中唐以后 募兵制成为主流 财政支出增多 自然推动了 之后以两税法为代表的 一系列税收制度的出现 土地间接税的比重增强 越来越多百姓不再被土地和摇曳束缚 拥有了更多的人生自由 再加之工商业的发展 百姓的就业选择变多 长此以往 国家对土地的依赖 自然没有钱贷那么大 到了宋代 户籍制度把居民又分成了 拥有田产的主户 和没有田产的侨育者及客户 据长编中记载 在留额摄政的天盛九年时 宋代的主户有597万户左右 客户则有340万户左右 没有田产的客户 占总比例的36.27% 到仁宗亲生后的仅幼四年 因为天下连年大灾 主户变成了620万户 客户变成了440万户 客户比例提高到了41.62% 而到仁宗朝晚期的加油六年 因为政策的正确应对 国中主户增加到了725万户 客户变成了380万户 客户比例下降至了34.84% 再直到浙宗朝晚期的原浮二年 国中主户1327万户 客户643万户 客户比例下降到32.66% 从中可以看出 直到徽宗继位以前 宋代的土地制度虽然一直是不利填制 不宜兼并 但国家的主客比例仍然在往健康的方向发展 所以我们讨论宋代的土地问题 它更多造成的影响还是在国防层面的 这里就能延伸到我们下一个话题 马镇 严格来说 宋出继承五代的马镇发展 还是有过短暂的镇座的 宋真宗初年时 均马数已都达到20余万匹 虽然这个数字的战略层面左右有限 但在战术层面还是带来了一些益处 譬如说 阳山之战 只是不久后 随着蝉原之门的确立 内地人口迅速从太宗朝的400余万户 飙升到真宗朝后期的800余万户 开垦土地的需求又随之激增 宋代木马间的土地 有大量集中在人口密集的经济一带 常常与当地百姓发生土地争执 时间久了 这种与民争利的政策自然推行不下去 朝廷指得将越来越多的木间土地租电给百姓 朝廷本身掌握的土地就有限 养马又偏偏需要大片土地的马场 久而久之 一切元素都要给经济建设让道 马阵自然就拉垮了下来 不掌握土地 内地进军的动员成本就非常高 马阵拉垮没有畜牧业的支持 军队的后勤运输就存在硬伤 军队的机动力也上不去 宋代名臣王妖臣便曾名言 宋下边境绵延千里 陕西一带明明有宋军二十万 却只能分囤四路 再去除军中老弱和兵额水分 能战者也只有十万人 十万可战之兵均分四路 每路也就两三万兵力 李元豪路扣只要兵力超过十万 战局就非常被动 再加上北边撩人还要被刺 那宋朝也没法挽虚的了 既然十万人分四路 我搞不过你 那我就每路都报兵 看你怎么办 由此宋代开始了大幕兵 庆历年间宋代全国进军 乡军的总兵力竟高达一把二十万之巨 这还不是仁宗朝兵力最多的时候 配合上封建时代的落后管理能力 由此造成的财政困局 堪比灾难 而且这一百二十万军队 有战力的能有多少呢 说到底 这都是稳定边防的权宜之计 等到西北一带保战体系日据成熟 新一辈军官成长起来 宋朝马上就开始了对兵力的精简 至神宗朝 进军乡军总兵力 之间略减到八十余万 说到底都是后勤逼的 再加上辽国和西夏 都不是网上键盘侠口海的小部落 都是制度健全浓木结合 且拥有独立文化的强大势力 这种局面 自然造成了宋代军队出个两百里地 就要承担极大风险的原因 如果再加上皇帝脑子一热 来个魔鬼冲动 那宋旗人头更加是家量不加家 宋代王朝 是在五代时国战的军阀乱世背景下 建立的国家 宋代的皇帝也继承了 五代时军事独裁者的特质 同时宋太祖 为了禁收藩镇之权 重铸秩序 又让皇帝本身拥有了极大的军事决策权 宋太祖本身行武出身 阅历丰富 又致勇兼备 稳如老狗 他一看辽国和西北局势 就知道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太祖与他任用的执政团队 主张与契丹人谈熊州合议 基于西北豪强 世代传承 私下里做土皇帝的权利 但毕竟这世界上最爱跳的 永远是半瓶水 宋太祖心里有感称 但他的继任者未必有 如果才能可以靠遗传获得 那还要学校干嘛 譬如说宋太宗的 辽夏双线开战 譬如说宋仁宗在 好水川之战前 五度下诏 催促寒气出兵 又譬如宋神宗的 五路发下 操作思路都是简单粗暴 所谓想我洋洋大骨 灭你们措耳小帮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但这帮哥们 偏偏就不考虑一个问题 国防军事 如果只靠看大小和比多少 这些幼儿园段位的问题 就能解决的话 那我们国家 为何还需要 九年制义务教育的 嗯 宋朝没有九年制义务教育 那没事了 回到仁宗朝 宋仁宗本人在战败后 也意识到了自己 不是这块疗 所以他选择了 放权给手下 并采取了范仲淹 稳重防守 司机反击的保斋战法 其实这套战法 在太宗朝时 李基隆记忆提及 只是并未得到重视 宋仁宗虽然确立了 这套方针 但因为之前 已经送了两场人头 顶川寨的订单 当时也在路上了 这三场轻敌冒进的战役 虽然对北宋军力打击有限 却让金瑞金官层 大量阵亡 可以说是动摇了 当时陕西进军的根基 所以范仲淹 韩琪 庞吉 王延这些人 去西北 并不单单只是打仗 他们更多的是 重铸边境的国防秩序 那最后局面也很明显 李元浩去陕西 虽然赢了三场很漂亮的战役 但也损失惨重 被折腾的在战略上 难以东京分毫 去河东 那直接被张康 与河东诸将的人 一等胖走 看着操作慢如虎 道托来赚的利润 连他老爹 李德明的一个零头都没有 等回过神来 还发现 东边宋朝开战 北边辽国断交 南边古斯罗是死敌 西边沙洲回湖有叛变 国内矛盾重重 李元浩的梦想 固然伟大 但伟大的梦想 也是要考虑 时代趋势的 宋朝这边没有能力 短期灭下 长期军事作业和连年大灾 又导致国家财政压力山大 西夏这边 风风火火打了一圈 营销做得很好 人人都觉得他能上市了 老总回家一看财报 就差申报破产了 大家都这么尴尬 那还不如回归和平 各自来一杯忘情水 忘记曾经的年少轻狂 但即使是一和 也不是随随便便 就能一帆风顺的 清理三年以后 西夏总共派了五次使者 到宋朝求和 一直扯皮到 清理四年年末 才算告一段落 第一次议和 李元浩虽然在信中 称呼宋仁宗伟爸爸 但同时派人表示 人家只是普通议和 才不是要和你们宋朝 做朋友呢 称臣去皇帝号这些事 想都不要想 恨 这次议和 旁吉是中间人 颇有种被李元浩耍了的感觉 他只能一边过滤 李元浩的蛮横态度 向朝廷转达信息 另一边又力圈膝下 态度放软 只是范仲淹 喊起于尽的人 都看出议和时机 尚不成熟 点了反对 第一次议和 因此作罢 第二次是庆历三年六月 这次李元浩玩了个小心思 态度软了点 愿自去帝号 但依然不肯称臣 还要求自立年浩 改巫族名为巫族 并希望宋朝割帝 遂赐 持严禁 表面上看是不做皇帝了 但除了割帝打钱 还要让宋朝称他巫族 叫他祖宗 于静听了后 深感诈 写了一份奏章 批驳词译 简单概括的话就是一个字 玩呢 欧阳修听了后 态度更加激烈 直接表示 还有什么好谈的 继续开片即可 只是当时 朝中组合已是主流 欧阳修的主战立场 得不到任何呼应 又经过一轮扯皮 宋朝同意给二十万碎币 但是其他那些 无阻割地之类的玩意儿 想都不用想 眼看这何意推动 结果谈到吃严禁的问题 两边又谈奔了 西夏想每年出售 十万十千年到宋朝 但宋朝考虑到西北一带多山地 后方资源补充困难 西北的财政补给 有相当部分 要靠当地的解研 售卖支持 如果放任西夏的青年进来 不但滋养西夏 更会与解研真理 扰乱陕西安地 事故坚决不让 李元昊一度 又又要出兵秦州 武力威慑 但当时西北边防 早就被韩犯 重新建设了起来 李元昊威慑了个寂寞 求和再次被拒绝 哼哼 武菜肯定又有人要刷蛋了 等第三次谈判 已经是清理三年年末了 李元昊终于服软 愿意不开眼镜 但希望碎币增加到25万 朝廷听着有些心动 于静则认为给碎币可以 但态度上不能过分退扰 不然会在宋辽夏三国外交中 失去主动权 因此表示了反对 双方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偏偏这时候 李元昊非要守舰 去招降契丹国内的党项人 引起了辽新宗的反感 再加上宋朝方面 明里亚里的暗示和挑拨 辽国逐渐起了 对西夏用兵之心 西夏之所以可以生存 关键原因便是辽国的撑腰 现在金主爸爸都要和自己闹翻了 岂不是马上要完 千里四年五月 交集的李元昊再次派出大臣 养手素 第四次前往宋朝请和 这次不但愿意去除帝昊 自称国主 更愿意主动称臣服软 可能是袁日天 先前诈祥次手太多 这次态度实在太好 和过去的祖安画风 反差太大 宋朝看到后的第一反应竟然是 这孙子又在玩什么花招 无辜的西夏使臣 就这么被莫名扣押 宋朝继续静观其变 直到同年七月 契丹使者到来 传达了辽国皇帝将为宋朝出头 出兵教训西夏的信息 并希望宋朝不要接受西夏称臣 事情才算有了眉目 范仲淹 欧阳修 张芳萍的人 都认为辽夏关系 固然极有可能恶化 毕竟挑拨这两国的事 宋朝没少干 心里则有点底 但那两边常年暗措措配和搞事 也是传统 谁都吃不准这次会否又是来演 蛊惑宋朝入局 让宋朝陷入外交和国防 双重困境 所以还是要谨慎应对 关键时刻 还是于静拿转的行事 他先以国家诚信为由 说服朝廷放归西夏使臣 又表示 既然先前已答应和西夏谈判 现在西夏服软 就没有再因辽国而毁约的道理 毕竟换谁都知道 辽国的所谓 得替宋朝出头打西夏就是胡扯 各自维护自家利益 永远才是最重要的 为了确保辽国方面 接受宋夏合议 于静亲率十余计 出居庸关 至九十九全 与辽国谈判 于静 曾经出示过辽国 并自学学会了契丹语 对辽国风土人情 有一定了解 如今往返宋辽数十次 与辽人激变 终于将辽人说服 接受了宋夏合议 并确定了 辽夏确实将要开战的情报 这一下宋朝完全占据了 三国外交间的主动权 只是还未带宋朝反应 急不可待的李元浩 再次派杨首素 代表西夏 第五次请求议和 西夏中书令 张远 立足元浩议和不成 中气急攻心 举发被死 而宋朝这边 全城操盘议和的余靖 认为时机已到 尚书言明 臣又降官二敌行事 唯有塑行封策 使元浩得以专利东向 与契丹争锋 此嘴中国之力 与靖好友蔡香 也深表赞同 立足此时正是合议的好时机 宋仁宗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有时宋朝答应 明年给予西夏 二十五万岁壁 使西夏去除帝号 对宋朝称臣和解 同一时刻 辽夏间战士 已然一触即发 辽行宗搞西夏 可不是像对宋朝那样 只是白白样子的 这次是实打实的御驾清真 三路出兵 辽行宗本人率十万兵马 出京速城为中路 汉王萧辉 率六万军队 因黄河南岸西行 走北路 而行宗可爱的欧多多 耶律重源 率领七千军队为南陆军 只是这路大概是七分组 之后完全没有细分 不得不说 有骑兵优势的辽军 在进攻上比宋朝犀利多了 直接深入西夏四百里地 击败西夏军先头部队 取得阶段性胜利 运航马上率军撤退 一路上焚烧草场 兼必轻炎 颇有他爷爷李继千 当年打游击的风范 辽军则如当年宋军一般 在后面紧追不舍 看到这里 前几集宋夏战争 一路看下来的朋友 是否察觉到了一丝熟悉的味道 这不又是袁日天同学的老艺能了 先右敌深入 再合军包围 只是这次辽军动员的军力 比宋朝那边的胡萝华旧爷爷 一万一万的宋 要格局大多了 这十多万兵马即使有水分 那也足够李元昊喝一壶了 当然 虽然兼必亲也代价惨重 但李元昊的布局 仍然收获了效果 不久后 辽军既因无法打草谷补充后勤 而人困马法 李元昊试探性的求和 被韩王萧惠拒绝 恰在此时 辽军突遇极端天启 风沙大作 乱了军阵 袁日天看准时机 全军突击 萧惠心中所不辽军大买 死伤不可甚及 辽国驸马被俘 新宗只穿数十计 仓皇逃出 西夏战胜辽国后 与庆历四年十月 正式接受宋朝 策封称臣 何以乃臣 只是不久后 李元昊又出了个题目给宋朝 他希望将在 何去之战中抓到的辽国俘虏 过渡到宋朝 请求宋朝代为还给辽国 以做示好 此举一再挑拨 宋辽关系 这一次 又是于靖出面 化解了危机 他首先拒绝了西夏 希望宋朝转教辽国俘虏的请求 然后表示 原再次使辽 调解辽夏矛盾 当然这所谓的调解 也只是做做样子 也就是给各方 一个西式宁人的台阶下 经过辽夏战争 辽国国力受损 西夏也无力再战 对于宋朝来说 边境终于重归稳定 作为一切的始作俑者 自立元昊继位以来 宋夏战争打了将近十年 杨国数十万百姓 才到战火荼毒 到头来西夏不但没有任何进账 还弄得自己国中贫困 矛盾重重 聊天宗的对家用兵虽然失败 但其间 李元昊的兼臂亲野策略 也再一次沉重打击了 西夏本国的经济 后方的沙洲回湖再次崛起 直到李元昊死后数年 才重新平定 国中大族野力士 与李元昊之间矛盾重重 这甚至波及到了 西夏权威传承的稳定 皇后野力士 为李元昊诞下了三子 张子和三子早死 当时还活着的 只有次子 宁宁哥 李元昊对其十分宠爱 离其为继承人 野力士强大的资源 自然都站在了宁宁哥的身后 只是李元昊不但宠爱儿子 连儿子的心上人 莫一世也十分宠爱 这莫一世原本是 李元昊为儿子靠的媳妇 结果他自己一看很顺眼 就帮对方生了个急 从儿子的女朋友 变成儿子的小妈 元昊对儿子的前女友很宠爱 为其大肆行修宫殿 要知道野力士嫁给元昊二十年 都只是住旧的皇宫 现在莫一世咒得恩宠 待遇吊打野力皇后 简直离谱 这宁宁哥媳妇被抢 已经是极大的侮辱 现在连野力皇后的待遇 也被比下去了 野力家族中 自然少不了 远身载道 这些怨言被人添有加醋 传到了李元昊耳朵里 直接升级成了 野力士想要谋反的版本 李元昊听闻大弄 直接下令 将野力士家族 全族捕杀 军功标病的野力兄弟 很可能就是在 这次政治动乱中 遇害的 野力皇后 与李元昊多年扶起情深 倒是幸免于难 他劝说李元昊 网开一面 引起了李元昊的回忆 李元昊派人 便寻野力家遗孤 只找到了 隐匿于寺庙中 出家的野力玉起之妻 莫藏时 看到莫藏时的美貌后 愿日天深自感叹 对不起好兄弟 野力玉起 于是他决定 睡了莫藏时 以免怀故人 不久后 莫藏时诞下义子 取名谅诈 但因为李元昊没有给莫藏时名分 孩子只能交由 莫藏时之兄 莫藏阿旁的收养 莫藏阿旁 更从此得到重用 登上相位 野力皇后没想到 替族人求情 竟求来一顶绿帽子 有时深恨莫藏时 但毕竟 他对族人遗孀 形成怜悯 没有在下杀手 然他对莫藏时的怨恨 依然引起了李元昊的反感 不久 即被幽静冷宫 家族伦理乱成这样 子女想不爆炸 也比较困难 莫藏阿旁 为了让李良诈击位 有适时出手 严于挑拨宁令歌 宁令歌血气上勇 便持剑入宫 刺杀情迭 元昊闪避不及 被削去鼻子 而宁令歌 见杀元昊不成 慌张逃窜 不久后 被莫藏阿旁扑杀 欺母野力士 一同被刺死 李元昊身受重创 不久后 伤口溃烂成疮 命不久矣 临终前 他意识到自己 一身征战 到头来就是白忙活一场 心中彷徨 曾经豪情万丈 自名日天的李元昊 竟然给后代 留下了这样的一言 一日利弱势衰 已赴宗国 不可专重契丹 该契丹残虐 中国仁慈 顺中国 则子孙安宁 有得遂赐官决 为契丹所写 则无国为宜 当年李继谦 一身对抗宋朝 临终时 却告诫李德明 一定要对宋称臣 求得太平 李德明比较幸运 他遇到了心善的宋真宗 如今李元昊 也和他爷爷一样 在临终时 推翻了自己 一身的执念 只希望后代子孙 能做个顺臣 以在宋聊博弈中 求得生存 这是他曾经的作为 早已断送了宋下间 完全重归于豪的可能 人宗一朝 虽在为对西夏开启大规模战时 但西北边防与国中军备 仍然持续发展 待到神宗 哲宗时 才是宋下战争 战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元昊死时 原本一命从地 维哥宁宁继位 却被控制朝政的莫葬阿旁 善改一命 拥立刚满周岁的 李亮诈上位 幼主继位 那就是明摆着国阵不稳 辽星宗自从败于李元昊 一直憋着一口气 如今德文 旗下国内发生巨变 攻打西夏 为上次战败 找回场子 结果新宗一路 没有遇上西夏军 无功而返 而先锋销汇 则因轻敌冒进 属于防备 而再次被西夏军 打得大败 损失惨重 新宗一度怒急 想要杀了销汇 但念及销汇之子 也战死于军中 才勉强作罢 道是耶律狄鲁古 统杀的祖谷军 顺利进军至赫兰山下 击破西夏三千守军 秦霍李元昊家属 即官僚清卷 莫一世 即在此时 为辽国所赴 过了一年 辽国再次对西夏用兵 其实西夏国力衰微 莫葬阿旁 权力不稳 西夏军 只得兼臂清野 退守城中 辽国一度 并未心庆辞 大律而还 其后西夏 全力修复与辽国的关系 从大辽重西十九年 一直谈到重西二十三年 才倾向成功 重归于好 经过三次战争 辽行宗也一改 在为前期的奥齐林人 其次出战施力的损失 让他意识到 战争对国家治理的剧烈影响 为了缓和 由此引发的国中矛盾 他离弟弟耶律重元 为皇太帝 一座拉拢 同时又暗中扶持 儿子耶律宏姬的势力 一座抗衡 这就为未来的天龙八部 提供了历史素材 在为后期的辽新宗 愈发重视 与宋朝关系的收复 师在新宗 常以锁化额宴 宋诸宋朝 点缀精妙 惋乎逼真 又名言表示 今两朝 仕同一家 而宋仁宗一回次 亲自书写的非白书 南北两朝 永通和好 恢复辽新宗 新宗 即仁宗所述为附体 初世尽识 可惜这种美好 只是徒有虚表 依然没法回到 柴元之门后的时期了 在神宗朝时 梁国坚又会再起波澜 让我们把时间 再次调回到 庆历五年 与静刚刚完成了 假装调和 辽小两国关系的任务 圆满而缓 此时在西北一带 他日后的上司狄亲 以龙生 彭日天舞四乡 都指挥时 静缘部署 不但成为了一路 最高的军事长官 更位列地位显贵的 塞亚管军之一 只是二人此时尚未谋面 在未来的相互认可之前 尚会发生一些小误会 于静 完成大人 内心轻松 并以弃丹语作诗 遗书心境 只是不久后 这座胡语诗的事情 却被阎官挖了出来 以大师宋朝体面为由 对于静 进行弹劾 朝廷的处理结果 也很意外 竟然真的听了 阎官的话 把这位有功之臣 贬之吉州 为何这么芝麻绿豆大的事 能扯皮到贬官这种程度 原因很简单 当时朝中 正同时发生着 另一件大事 范仲淹的亲历新政 失败了 而于静作为范仲淹的同道 自然同样遭到了打击 所谓做胡语诗 有损国家体面 不过是政治斗争的 由头罢了 那么这一系列变故 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期待我们新开篇章 庆离新政 这里是一则小通告 因为一些原因 我们最近的更新频率 仍然不能维持周更 之后的庆离新政 也是重点篇章 但根据之前的数据 内阵内容播放都不太好 所以我们尝试 把文案做得紧密 单击增加时程 以强化文案结构 但这样必然导致 制作周期增长 也是无奈之举 希望大家理解 这则通告之前 在动态里发过一次 但可能有些朋友 不看动态 所以这里在视频里 再说一声 下周 久违的玉露姐姐 会再做一期翻外 为我们正片做过渡 也希望大家喜欢 最后 感谢大家的一键三连 欢迎订阅和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